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八啊 那么这个题呢 其实比刚才那个更复杂一些 来 首先呢 如图已知三角形ABC 将BC边上的一点P啊 点B点C除外向上移动 使得BP平分角B图画的不准 这地方应该是个角平分线 那么我们在这儿可以标一个α 然后α CP平分角C 也就是说这儿有一个β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β 对吧 探究角A与角P之间的关系 你们要跟我们上一期差不多吗 只不过上一期我们在那儿 是不是有两个角E两个角R 我现在换一下 我不想写角E角R了 我写ααββ 那么现在呢 你是不是就是要把角A和角P 用αβ表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角P啊 它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180度减α减β 对吧 180度减去一个括号α加β 角A呢 它应该是等于一个 180度是不是减两个α减两个β 那就是180减去2倍的α加上一个β 哎 你有没有发现这儿有α加β 这儿有α加β 那结果我们上到期的结论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消掉 它怎么才能消掉呢 我就必须得把一式扩大两倍 然后和二式做一个什么样 减法吧 对吧 你的目标一定是我们最后它们之间的关系里边啊 不会产生αβ这样的东西 一定只跟角A角P或者一个度数有关 所以你一式扩大两倍减去二式 一式扩大两倍就是二倍的角P 减去一个二式 是不是减角A啊 等于来180乘以2 是不是应该等于360了 360减去180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180度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扩大两倍就是二倍的α加β 这个地方一减 是不是正好没有了 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个角P和角A之间的关系 下面你干什么呢 你就是把这个角P用角A表示出来 或者角A用角P表示出来 那么我建议大家啊 把角P用角A表示出来 你可以得到二倍的角P 它应该等于180度加上一个角A 导致角P呢 就等于一个90度加上一个二分之一的角A 这左右两边再同时除以二 对吧 这样我们的角P和角A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就出来了 同学们有明白我们跟刚才那个操作一样了吗 就想办法把它们消掉 对吧 先表示出来 然后消掉 最后整理成角P等于什么什么角A 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第二小题呢 同学们也可以这样来试一下 好吧 也可以这样来试 你把视频暂停 自己先做一做 好吧 好 应该差不多了吧 来 有没有同学做出来呢 来看一下啊 将BZ上一点P 现在往下一动 使得BP平分角B的外角 我估计肯定有同学在这标了个 阿尔法阿尔法很好啊 这就是跟老师的这个操作是一样的 同样道理 CP平分角C的外角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个BETA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BETA 对吧 现在呢 还是要探究角A和角P的关系 那我觉得角P呢 它是不是又很好表示 角P应该是等于180度减去一个阿尔法加BETA 你刚才没变 放到这个三小型里边 是不是减一个阿尔法减一个贝塔 但角A不好表示 角A你要想直接用这个来一下表示出来 它很困难 但是呢 你可以先把这两个角表示出来 然后你的角A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角是什么呢 180减2阿尔法 对吧 这个角是180减2BETA 那我们来打一个草稿啊 那导致上面这个角A应该用180 是不是减去这俩的合 这俩的合是180加180 是不是360 然后呢 减去2阿尔法 再减去一个2BETA 但是在这呢 你需要加一个括号啊 我用180减去他们俩的合 他们俩的合是360减2阿尔法减2BETA 那导致我们在这可以得到角A等于 你明白需要去括号了吗 对吧 去括号以后 我们应该有一个2倍的阿尔法加贝塔 然后减去一个180吧 对吧 减去一个180 好 现在我们的目标又是要把这个阿尔法贝塔给消掉 那么这次大家明白 应该一是扩大两倍和二是做什么法 做加法 对吧 一是扩大两倍 这是二倍的角P加上一个角A 因为这是负二倍的阿尔法加贝塔 这是正二倍的一加 是不是又没有了 它等于一是扩大两倍 是不是360 360加上一个负180 它是不是应该是等于180度了 好 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一加 没有了 又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式子 那么我接着往下 你可以得到二倍的角P 是不是等于180度减去角A的 然后左右两边除以二 角P就等于90度减去一个二分之一角A 刚才第一问的结论是90度加二分之一角A 这次呢是90度减去二分之一角A 你们发两个方法一样 我就是要把它们表示出来 然后把阿尔法贝塔消掉 对吧 阿尔法贝塔消掉 好 那么第二问我又讲了一个 同学们还可以试试第三问 对吧 你依然可以把视频暂停了 你刚才一二两问都没做出来的 你试试第三问 把它做出来 好吧 来 视频暂停 这次应该有更多的同学做出来了 来看一下 将BC边上一点P BC除外向左移动 至于怎么移动 它给你画好了 使得BP平分角B的外角 BP平分角B的外角 阿尔法 然后阿尔法 对吧 CP平分角C 画的又不太准 这地方是个β 然后这地方也是一个β 题目现在呢 要探究角A和角P之间的关系 来角P现在在这 角A在这 探究他们俩这间关系 你明白 这个角P现在放到这个三小型里 它不太好表示 关键原因就在于 这个角 是不是要参与计算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有两个阿尔法 所以这是180-2阿尔法 那导致你的角P怎么算呢 角P应该是等于 180度减去 这俩的和 这俩的和 减2阿尔法又加阿尔法 是不是180-阿尔法 括号 180-阿尔法 然后再减去一个β 再把它减掉 是不是就是我们角P 来整理一下 180-180 没有了吧 这地方复复应该得正了 变个符号 变成阿尔法 减β了 这是我们的 第一个阿尔法 减β 就是我们的角P 好 角A怎么办呢 角A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这个角表出来了 这个角表出来了 你角A直接是不是就出来了 它应该是180度 减去括号 180-2阿尔法 再减一个2β吧 好 来看一看 180-180 又没有了 这地方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2阿尔法 减2β 其实就是2倍阿尔法 减β 当写到这的时候 你会没发现 这次我们连 阿尔法β都不用消 因为角P和角A的关系 马上出来了 你角P 是不是等于一个 二分之一角A的 对吧 或者说角A等于2倍角P 但是我一般都把角P 放在前边 三道题我都保持一致 这样我们又把角P和角A的关系 是不是又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结论 同学们以后可以直接用 可以直接用 什么结论呢 一个外角平分线 与一个内角平分线的夹角 永远等于第三个角的一半 再说一遍 一个外角平分线 和一个内角平分线的夹角 永远等于第三个角的一半 那经常题目会这样说 这个图一出来了 现在告诉你 这个角等于60度 这个角等于60度 求角P的度数 你能不能一秒出的 多少度 30度吧 对吧 这个结论 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可以记下来 那作业的两道题呢 我们就已经全部讲完了 其实我觉得都有难度 两个题呢 是同一个类型的 需要去捣角 方法也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我们翻折的 去找相当的角 那么这种呢 有角平分线的 ααββ 同学以后可以模仿一下 涛哥 就是我讲的方法 你要学会具体运用 我在面上班讲课 特别郁闷的一点 什么呢 方法已经教给这个同学了 这同学不按我说的来 他非要自己创造一些方法 非要愣去表示 我觉得不好 既然教给你方法了 要学会使用 在平时你学校的作业 或者你做一些什么 课外的教父书籍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涛哥当时是怎么讲的 涛哥用的什么方法 对吧 模仿一下我 慢慢的呢 做题就会越来越有感觉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